嗨 各位安安 我是默寒光 那即上一部我分享了黑色午夜草這部番的魅力 那我緊接著呢來繼續和大家介紹 遊戲改編而成的手遊 黑色午夜草 and 魔法帝知道啦 就算大家還沒有去看過黑色午夜草那部番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款遊戲呢也挺還原原作中的那些經典劇情 那遊戲玩法方面呢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這個組隊的系統 我們一個隊伍當中啊 最多可以編制四名角色進去 那我們注意一下 結果這個角色旁邊不是有一個類似連結的一個圖案嗎 那這個圖案是幹嘛的呢 就是我們會根據配置的順序啊 還會啟動這個連結 比如說我把Noel放到阿斯塔旁邊 欸 有沒有發現這個連結就亮起來了 這樣也就意味著啊 這兩名角色一起去戰鬥的時候啊 會多了一個邪力的技能 那我接著來比較直觀的實際演示給你們看 首先我先把他們拆開然後去戰鬥 好 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技能就只有三種喔 不管是Noel還是阿斯塔 好 那我這裡切換一下到阿斯塔 你看喔 技能也都只有三個喔 那我先把Noel跟阿斯塔放在一起 點亮這個邪力技能喔 那我們再來看一次 好 我們會發現呢 欸 技能就多了第四個喔 那順帶一提啊 就我們對技能長按啦 欸 我們還可以看到每一個技能的效果喔 那我們來放這個連結技給各位看一下喔 好 就兩個一起啊 把他們的技能做一個聯合技喔 酷吧 然後阿斯塔這邊也是有喔 第四個技能 那當然也沒有這麼簡單喔 如果你配對的那兩隻角色啊 阿姆之間是有羈絆關係的啊 那邪力技能呢 就會有特殊的效果和動畫演出喔 那像是你看喔 我把這個阿斯塔 配這個Yuno喔 我對調一下 欸 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配對在一起啊 位置放對了 這個邪力技能的圖標就不一樣的喔 這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有羈絆關係喔 這款遊戲的大多數角色啊 都有他的這個羈絆的組合喔 所以我們在組隊伍的時候啊 這個隊伍放的這個順序啊 也是有講究的喔 那順帶一說啊 就我們其實在選角色的時候啊 比如說我們點這個Mimosa 有沒有發現右邊 Noel的這一個圖呢 欸 就有這個連結的圖案喔 那我們再比如說這個 薔薇團長好了喔 那薔薇團長他的這個羈絆對象 是右下角這個黑色的小妹喔 那比如說我把這個黑色小妹配給Mimosa 我們會發現這兩人的這個 協力技能呢就是普通的顏色喔 但是如果我給他配給夏洛特啊 就是羈絆對象 你看這個差別有沒有 這顏色就不一樣了喔 那這裡呢我也順帶講一下 就是角色的職業啊有分為五種喔 一個是防衛者啊 然後攻擊手 支援者 治療師 檢疫師喔 那至於組隊方面喔 我有問一些大佬 他是可以建議就開服啊 我們新手持抽好像就會 直接拿到這個夏洛特喔 就強威團長 還有這個雙男組喔 阿斯塔跟Yuno喔 那所以千奇呢 這邊有些情況下我們可以先這樣子推圖 至於其他的一些組隊搭配啊 我也有去查詢一些日服強勢的隊伍喔 感覺組隊上好像沒有一定的攻勢喔 而且環境也隨著新角的推出喔 而不斷地變化喔 加上我也才剛接觸這款遊戲喔 所以也不是很熟悉這個環境喔 所以更加深入的一些配對知識啊 各位可以多關注點黑色五葉草M的一些相關論壇喔 那我discord粉絲群裡面也有黑色五葉草M的討論區喔 不嫌棄也是可以加入看看喔 那連結也會放在下面的說明欄那邊 總之隊伍的組法沒有一定喔 會隨著不同的環境啊 不同的關卡 會有不同的配法喔 那隊伍這裡呢我就先講到這裡啦 那接著來講一下這個屬性的克制喔 就我們所有的角色呢 都有三種不同屬性中的其中一種喔 分別為紅綠藍喔 那很簡單喔 就紅色克綠色 綠色克藍色 藍色克紅色喔 那這個屬性的克制機制啊 會影響傷害值與暴擊率的提升與衰減喔 那每一位角色的屬性呢 都會顯示在這個圖章的顏色上喔 像我們的這個夏洛特團長啊 他是紅色 那我們的恰米派瑟是藍色 那我們的巴內瑟是綠色喔 那我再點進去這個介面喔 這介面看起來也比較大喔 就這個圖章的大小比較大 我們看這個很明顯喔 這就是綠色 那我們再比如說這個 Mimoza Mimoza是紅色喔 那像是我們要進入戰鬥前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先在外面看一下這個怪物的屬性喔 比如說這一關呢 全部都是綠色跟紅色的怪物 那我們再去在外面看看喔 比如說這一關呢 他外面全部都是綠色跟藍色的喔 而且不只說只有外面可以看到 我們甚至點進去戰鬥呢 在這個選隊伍的介面啊 我們會發現右下角 這個登場敵人啊 這邊也有顯示喔 所以我們也可以在這邊 繼續去調整隊伍 而在遊戲戰鬥中啊 系統也很貼心的 直接幫我們在怪物的頭上 標上的這些克制標籤喔 像我們牆尾團長是紅色嘛 那中間跟右邊的怪物呢 是藍色喔 而紅色是被藍色給克制的 所以他是顯示了這個 而左邊這隻呢 跟我們的夏洛特團長一樣都是紅色 打下去是沒有什麼屬性加成或衰減的喔 所以他是顯示 接著我們來看綠色的Barnessa喔 對上右邊這一個藍色的怪物啊 由於綠色是克藍色的喔 所以他就顯示了 那屬性克制就講到這了啊 那接下來來介紹角色的攻擊方式喔 每一位角色的技能有四種喔 第一種呢是技能1喔 那這一種呢是不會消耗什麼點數的啊 然後也沒有冷卻時間喔 那第二個呢是技能2喔 技能2呢也是不會消耗點數 但是他會有冷卻時間喔 那接下來是大招啊必殺技 那這個是會消耗點數 要消耗8點SP喔 那最後一個呢就是開頭講的喔 與夥伴一起協同攻擊的協力技能喔 那這個是會消耗6點喔 這個協力技能的冷卻時間呢 是跟夥伴一起承受的喔 不過放心喔 一起承受的只有冷卻時間而已 那個消耗的那個SP點數啊 只有施數者那個人會消耗而已 像我現在洛特團長使用被扣6點嘛 那恰米派誰呢 那個夥伴呢他是不會被扣點的喔 點多就是協力技能一起共同承受這個冷卻時間而已 另外要注意的是啊 就是如果你的夥伴處於異常狀態的話 那就會無法使用協力技能了 好那透過以上的介紹呢 我們知道啊 就使用必殺技啊 或者是協力技能啊 是需要消耗這個SP點數的喔 那SP點數究竟要怎麼回復呢 一共有三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呢 是輪到自己回合的時候啊 會補一點喔 像我們像Memots啊 他只有兩點對吧 那等等輪到他的回合啊 他就會變成三點 好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種方法呢 就我們前面看克制屬性下面有寫到 就我們只要攻擊到對方啊 是被我們克制的那個屬性啊 我們就會增加一點 比如說我們這個恰米排線啊 是藍色嘛 那我們藍色是克紅色的嘛 那我們打這個左邊這個呢 我們等等就會加一點喔 那我這裡就放這個 要全部消耗掉的這個必殺技喔 把這8點耗掉 他就會變0 然後我們打他去呢 他就變1 你看0喔 然後我們等等看 變1點了 OK 那等等呢輪到我們呢 這個蜜魔札的回合 他就會再加一點 先加速一下 好有沒有變3點了 那第三種方法呢 就是透過一部分的被動技能 或魔導師的技能來獲取喔 比如說我們這個恰米排線啊 剛好啊他就有這個可以回復的喔 你看喔 非吃不可啊 有60%的機率可以賦予我放一個SP喔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 好有沒有有沒有加一點啊 好那我今天只要來講解喔 就各位有沒有發現這些技能的圖標上面呢 還有一些更小的圖案啊 比如說像這個 有點像是往上的箭頭 然後他的下面呢 又是一個往下的箭頭 那再比如說 技能2啊 為什麼這邊是藍色往上的箭頭呢 對不對 然後再比如說這必殺技 這必殺技上面怎麼是一個扇形的圖案喔 答案就是我們看一下這張圖喔 雖然一開始你可能會感覺有點複雜 但是你讀懂了 你就會覺得還挺直覺化的 很方便喔 這些圖呢分別代表著 技能的攻擊範圍啊 以及技能的效果 例如我們看著威廉團長的必殺技啊 上方有一個扇形的圖案喔 就意味著他可以打到所有的敵人喔 那這個下面有一個藍色往上的圖標呢 就意味著有強化的效果喔 他這裡就寫啦 他的強化效果就是承受傷害減少34% 並且還可以有一個反擊的效果 好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技能 給大家看一下 欣賞一下 魔術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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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接著看這個阿斯塔他的這個必殺技啊 還有這個技能二啊 有沒有發現他都有一個往下的圖標啊 往下的圖標呢代表他有這個弱化的效果 那我們可以看看打開看他的技能 他的弱化呢首先是必殺技啊 他可以強制攻擊 賦予挑釁效果的目標 那這個技能二呢你看還有這個暈眩 還有解除增益的效果喔 那這個就是往下的那個弱化效果的意思喔 而且我們看這個技能的上方啊 在圖標上方是一個扇形的喔 也意味著這是對群的喔 那他只有這個平A 是對單的 那其他三個呢 欸都是對群的喔 好那我們也 打一次給各位看啦 視覺饗宴 這大招真的是 動畫做得很精良喔 我放棄就是我的魔法 好那我們接著呢再來到這個 恰米排三呢 我們來再看一下他的這個技能的圖標 就是恢復的效果 這個非常好理解 好那我們來到咪摩莎呢 也會發現他的技能啊 哇基本上全都是治療 那我們就來治療吧 演示一下 這個笑容 天使啊 天喜 哇 超可愛的 那這裡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如果你不想要看必殺技啊 你覺得必殺技太長了 你可以把這個必殺技 變成只演出一半喔 那我來演示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演出一半大概是怎樣的效果 就直接撥這麼快 那如果你覺得這還是太慢呢 好我們可以把必殺技 直接關閉 來 我們再來播放給大家看一次 就更快了 好如果你覺得這樣子還是太慢呢 媽大媽大還要再更快呢 啊右上角我們可以乘以3 然後我們還可以用自動戰鬥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是沒有操作的 讓AI自動操作 但你如果覺得這樣還是太慢了 而且很麻煩 那我跟你講這個遊戲還可以這樣子 設定反覆自動戰鬥 而且獎勵還可以直接這樣子 就是乘以3 你有沒有看到 就直接體力消耗乘3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子 我直接演示給各位看 比如說我打3場 反覆戰鬥中 我設定3場喔 好我們打完了第一場 來我們看一下他的結算 有沒有 我們還可以隨時返回 我們不理他呢 他就會 這樣子繼續拖管 非常的方便喔 好啦如果你告訴我 這樣子還是很麻煩 那我跟你講你可以來這個商店 他每天有這個 每日通關券 比如說我買下來 好那我再打一次給你們看喔 好我們看左下角這邊 我現在有39個 我可以直接一口氣 喵的 直接通關 超級快 好啦那以上呢 光是講隊伍還有屬性 克制以及戰鬥的部分喔 就不知不覺已經講了10多分鐘喔 那還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玩法 和介紹啊 像我剛剛玩的那個普克牌喔 又或者是怎麼樣呢 我們甚至可以把這個 等級最低的R喔 給各位看喔 這R卡 能怎麼樣呢 可以把他們升級喔 升到SR 乃之是SSR 乃之是UR 跟甚至是LR 有這款遊戲的卡片 還是可以升級的喔 好啦那總之呢 這款遊戲啊 還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呢 可以去分享介紹的 好那那一些內容呢 我就保留到之後的影片視頻 齁 再繼續慢慢跟大家一一介紹 一一分享喔 那11月30號就要國際服務上市了嘛 那一天我也會直播喔 那有關這一款遊戲的一些其他影片視頻 我也會整理在這部影片視頻下方的簡介說明欄那邊喔 我會做一個清單喔 黑色烏煙草M的清單喔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一下喔 那不知道各位看到這裡有什麼想法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視頻 又或者是直播上再見囉 感謝各位的收看